如果把马天宇的精力变成二维马 那换来的大概是扫马人的眼泪吧 16岁的马天宇带着七毛钱踏上了北漂之旅 却用一手该死的温柔给公司狂赚了一个小目标 本来只想安安分分赚点钱回农村盖房 娶妻 生子 却因为帅气的脸庞和灵魂的嗓音 阴差阳错地成了当年的选秀人气冠军 成名后他不断提升自己 通过自学拿到了高中文凭 还参加高考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但是人红是非多 本以为从此生活顺风顺水的马天宇 却遭到了曾经前同事给他的当头一报 前同事因为不满马天宇的突然报复 之后便生出了报复之心 于是在网上发长文对马天宇进行诋毁和污蔑 谎称他被男同志给包养 听到这些乌漆骂黑的消息 最爱他的爷爷相信自己的孙子 是不会做出这种荒唐式的 但是外界的谣言越传越厉害 爷爷心疼自己的孙子惨遭诋毁 气得急火攻心病情恶化 很快便离世了 经纪公司为了确保他工作的完成 向他隐瞒了爷爷去世的消息 两天后才告诉了他 听了一些事情也挺不开心的 一直病得本来听得也不怎么好 听了这些事情 绯闻的缠身和爷爷的离世 对他造成了致命板击 甚至一度想要退出娱乐圈 直到签约新公司 抛下歌手的身份开始演戏 他才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2009年马天宇主演了电视剧《黛玉传》 在剧中饰演了男主角贾宝 他也是凭借这个角色被更多人看到 因此很多导演给他递去了剧本 慢慢的马天宇的事业渐渐回暖 直到2014年他出演了《古剑奇谈》 才让他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时候离家多年的父亲 看到了他的出名 又回来找他 但父亲回来并不是为了要钱 而是幡然悔悟想多陪着孩子 来弥补自己这么多年来从未经过的父爱 马天宇和两个姐姐 也因此心软地原谅了父亲 同时还拍下了此生仅有的一张全家福照片 虽然照片上少了母亲 爷爷还有弟弟 但这对于从小绅士坎坷的马天宇来说 已经很满足了 和父亲刚没过上几天温馨的日子 不幸的事情便又发生了 一个噩耗传来 父亲患上了绝症 尽管马天宇再怎么四处寻衣 也没能治好年迈的父亲 从此以后 他便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 马天宇给两个姐姐买房买车 自己却还租着房子住 他还给很多照顾他们的亲戚 一人买了一台电视机 也许是害怕再失去亲人 他每年都带着两个姐姐去体检 现在除了偶尔接几个工作以外 他都很少出现 而是开着自己设计的房车 四处去旅游欣赏风景 除此之外 马天宇每年都会自己去做工艺 去北京做一工 去偏远山区之教 去帮助那些和他一样 从小孤苦无一地留守儿童 苦难没有消磨他的善心 生活已痛吻他 他却抱之以温柔 尽管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 但他还是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 去勇敢地面对生活 他从小草屹立不倒的成长成 一束能够照亮别人的光 最后希望这样温柔善良的马天宇 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